拜登生氣了 生氣而且氣很久 後來回去以後 可能他幕僚有勸他 那他又回來跟這個記者道歉 原因就是因為這個記者 非常的尖銳的把拜登 最暖的那根樂 也就是他最敏感的地方 把他戳破了 因為美國人 不管是共和黨或是民主黨 其實對於這個普丁 都是不信任的 那所以這個記者就問這個拜登說 你為什麼那麼信任普丁 然後你認為他會變好嗎 他會改變嗎 那這個拜登如果說 我很信任普丁的話 那拜登不要回美國 他也不用跟歐盟人在一起了 可是拜登剛剛開完會以後 如果馬上又跟記者說 我不信任他 那你來給我握手 還有什麼共識 那都是假的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當這個記者很尖銳的 問到了這個他的痛恥的時候 他一下子就惱羞成怒 惱羞成怒以後他就說 他就說 意思也就是說 我好不容易精心佈的局 你這一句話就把我破了 你可惡的壞東西 然後你這個傢伙 你連我的局你都看不懂 然後你就不要進這一行 而且不要跑這個外交國際政治線 發這麼大的火 你應該去跑八卦線這樣子 這樣子一個情形 那當然這個 因為他的惱羞成怒 是直接發出來的 由於拜登這次的記者會太短了 就30分鐘 而且是選擇性的問題 只選了7個問題回答 我還看到有記者在推擠 對 所以吵得很兇 但是問題就在於 這個普丁的記者會是一個小時 而且是開放性的題目 你不用先把題目給我 我來選題 那相較之下的話 大家都知道說 如果普丁跟拜登 同時開記者會的話 整個拜登會被普丁押了走 那整個態勢都在普丁掌握了 那美國變成一個小國 俄國變成一個大國 所以我們昨天就判斷說 我們昨天當時 談到這個議題的時候 我們就說 這個是對美國人來講 它是要挑撥中俄的關係 果然今天 那個答案解開了 而且那解開的是誰呢 是俄國解開了 俄國就告訴大家說 拜登跟普丁講 說難道你不怕中國 擠壓你嗎 因為中國現在變得那麼強大 大陸這麼強大 難道你不怕大陸擠壓你 把你擠下來嗎 那等於是挑撥中俄的關係 那為什麼 俄國要把這個新聞放出來 就告訴大陸說 你看普丁在挑撥 我們兩個的關係 那普丁他也故意的 要挑撥美國國內的民主黨 跟共和黨的關係 普丁怎麼說呢 普丁說 這個拜登跟特朗普跟川普 就是不一樣 就拜登比較好 川普比較差 那你想想看 你這個不是在挑撥國內的 這個共和黨跟民主黨之間的關係 然後他的外交部 他的大使就是俄國的大使 馬上要回美國工作了嘛 對 然後他又故意講說 他說我們的共識啊 我要列清單 我要列一個很長的清單 我要好好的來 開始要努力工作了 因為我要讓這個清單 讓美國人都都都要遵守 這個清單來做 可是美國人才說 我就一個清單 我就一個共識啊 可是你看這個大使意思就是說 我有好多清單耶 那就代表什麼 代表你美國人是不是拜登沒有說實話 那你想如果你是美國的盟國歐盟 你會不會在想 那你跟普丁有沒有交易一些什麼 可能是密約 對 那你如果是烏克蘭 你會想 我想交出北約 我最後加入不了 那是不是你跟普丁交易了 所以北西你也不擋了 所以你準備要把我烏克蘭出賣了 那我烏克蘭該怎麼辦 你看看 這麼一個小小的動作 大家都講了簡單的幾句話 充滿了挑撥 因為對普丁來講 他要挑撥美國 民主黨跟共和黨的關係 他要挑撥美國跟歐盟 跟烏克蘭的關係 然後對美國人來講 他要挑撥的是 中國大陸跟俄國之間的關係 這個才是真正的國際政治 好玩就在這裡 看看台灣的 蔡英文搞的那些東西 唉 好像是幼稚園在玩家家酒 人家是 真的是國際政治或是外交 那真的是每一個舉手投足之間 都是拿捏了敲到好處 而不是在玩這個家 謝謝郭董 謝謝賈詠傑 然後按底下再扯你後腿 不要出門 提醒你不要出門 乖乖待在家裡 這個實在是太小了 一個總統把一個工作做到這麼小 了不起 穿英文你真是了不起 我佩服你 好 大家同意這個 賴教授的分析嗎 很多人就很喜歡聽賴老師上課 賴老師上這個國際關係的課 同意的話來請加一好嗎 來來來 這個今天剛剛我們在說 的確看國際局勢 那也要先看一下 現在軍事的動態 這個G7跟美俄高峰會之際 美國有個新聞網站 他們有個獨家報導 說五角大廈 據傳在考慮參照冷戰時的做法 在太平洋地區 建一個常態性的海軍特遣部隊 而且矛頭就是對準著大陸 那這個海軍特遣艦隊 要仿照北約在冷戰前 在歐洲建立的這個 大西洋常備海軍部隊的模式嗎 那你知道美國海軍 現在已經有第七艦隊 雷根號 藍領號 那麼第七艦隊 大約還擁有50到60艘的軍艦 以及350架的戰機 艦隊滿援編制是達6萬人之多 所以海軍特遣部隊要來了 這韓兵 現在是怎樣 如果到時候是一起要來對抗中國的話 那還是什麼 其他歐洲歐盟國家 還要負責幫忙在買單的嗎 當然 美國對中國大陸的一個包圍的態勢 這個戰略態始終沒有停過 他一直在佈局 所以他一直在拉攏跟印度跟澳洲的關係 也在強化他跟日本跟韓國之間的關係 就是希望達成一個對中國大陸的圍堵 那當然他也不時的引介英國法國這些 也希望他們來參與咖 這個我們之前也有看到 因為他們也來太平洋做演習了嘛 那這真的就代表說 當年的北約圍堵 在歐洲圍堵 前蘇俄的時候 那種抹太世界會在亞洲出現嗎 我個人認為是不太可能 因為第一個 大家知道即使是北約最盛的時候 法國都沒有參加 所以你說法國真的會 他在歐洲的事情他都不參加 他會沒事跑到太平洋來跟你搞這些 我就覺得法國沒有那麼閒 然後呢不要忘記德國也沒有來 德國跟中國之間的關係其實還不錯 那英國你說他偶爾來一次可能 你要知道光是 你一個航空母艦編隊 那你過來就要燒多少錢 你開什麼玩笑 如果沒有什麼重大的利益 他不會這樣做 那對英國來講 他這樣做有什麼重大的利益 這個恐怕他自己要去考慮 他現在已經變成 以前他是美國老大哥 他現在已經變成美國小弟 那他還需要花這麼多錢 來當人家小弟嗎 對英國來講 這好像不是一個很划算的生意 那如果說你要再結盟的話 當然是以印太當地最有可能 這一頭比較容易進來的是誰 印度可能 因為印度一直想要跟中國爭嘛 因為他要保障他在印度洋的一個 獨霸的一個優勢 然後呢 澳洲是一直很想積極參與亞洲這邊的事務 那澳洲跟美國之間的配合也很良好 所以澳洲是有可能進來 可是日本韓國本身就很曖昧 因為日本韓國跟中國之間的經濟關係太密切了 所以對他來講 我跟中國採取過於強烈的對抗態勢 其實對他們來講是不利的 你要知道當年北約的這些國家 跟蘇聯之間是幾乎完全沒有什麼貿易的 因為蘇聯其實也不需要跟外界做這些貿易 所以跟今天亞洲國家的態勢我覺得完全不同 我覺得美國雖然一力想要主導這些 但是亞洲的態勢跟當年的歐洲的態勢 是基本他有根本上的差異性所在 那就好像剛剛賴老師講的 因為普丁 俄羅斯本身也不是省遊樂登 對 中國大陸也不是省遊樂登 那拜登以前很顯熟於外交 但是我最近真的覺得他有點老 他連普丁都講成川普了 所以我真的覺得他有的時候 同步連連啊 他是不是真的年紀有點老化 但你可以看得出來這次普丁喔 他的佈局是很厲害的喔 他甚至他以前專門遲到讓人家等 讓安倍等兩個半小時 讓那個英國首相等四個小時 可是他這次他走到 所以你知道在日本呢 都說有人連不遲到都變新聞 所以我跟你講 這一些國家領導人都非常非常厲害 他們正在鬥 我覺得完全不是表面上這些東西 大家慢慢等著看好了 我覺得有更多的東西 未來幾年都會越來越明朗 對啊 亞洲先生他黑有人想說 這個拜登是怎樣 心虛到說手上還要拿一個小抄 所以是他自己講錯話還是怎樣 拜登如果沒有小抄的話 他沒辦法 他會講錯話